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雯 别交花了 去把这个月的份力拿来 是 飞雯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姑姑 幻碧姑娘吩咐我去内务府拿份力 是吗 我也要去呢 一起吧 礼部给公主定了三个封号 你喜欢哪个 礼部自然是挑好的字眼来凑 都是一样的 公主性子沉静 倒是红艳只怕是个顽皮的 朕倒觉得皇子活泼开朗些好 同时总是老气横丘 见了朕就像老鼠见了猫 皇上自己要做严妇 不怪孩子害怕 朕答应你 在他们面前只做慈父 你也正经想想 咱们的公主 择个名号才是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溪意点通 公主的封号 便叫灵溪可好 灵溪 灵溪 朕与你十年来心有灵溪 咱们的女儿就是灵溪公主 皇上 小主 阿哥和公主到了该喂奶的时候了 如母要抱出去了 嗯 好 是 这丫头跟了你许多年 倒是长得与你有几分相似了 这话从前皇上就说过 说幻璧的眼睛长得像臣妾 从前幻璧只是有几分姿色罢了 纵使眼睛像你 也是个只只传红着力的丫头 如今年岁大了 在气韵上 倒与你有几分相似 皇上今日是怎么了 对着臣妾的一个侍女这样称赞 没得叫人笑话 做额娘的人了 反而小气起来 幻璧若不是你的近身侍女 朕还未必肯说这几句话 不过是看见幻璧想起龙月来 那孩子越来越大 那样子倒有些像你 等龙月再长大些 朕就让她回来 不叫你们母女分离 收到小气 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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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月 喜欢这个小兔子吗 额娘 我想要小老虎 哎呀 小老虎太难捡了 额娘不会呀 额娘都会 额娘什么都会 好 为了我家龙月 额娘什么都会 小老虎也学着捡 给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娘娘 贵妃娘娘说 请几日没有得空 今日正赶上天气好 想要娘娘 到永寿宫去一去呢 好 你先去吧 我即刻就去 是 娘娘 要带着公主过去吗 龙月 你在这里等着额娘 额娘去去就来 赶快哄公主睡午觉 我去去就回 是 我去 静妃来了 贵妃娘娘 姐姐坐 今天难得有空 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吧 贵妃娘娘 喜得龙凤双子 要应付宫里的礼仪琐事 只恨不能分身 我哪敢前来打扰呢 姐姐如今都称我娘娘了 看来真是要生分了 纵然是妹妹客气 到底是尊卑有别 济华贵妃之后 妹妹扔贵妃之位 实在是实至名归的呀 若论其品德资历来 难道姐姐就做不得贵妃吗 贵妃也不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妹妹离宫之后 皇上有一次提起妹妹 还大赞 在御花园中出于妹妹的景象 她在妹妹玩儿一笑 嫣然无方 这些年 皇上对妹妹 是念念不忘了 年轻的时候 谁不是容色倾城 只是红颜潭之老 不过是眼睁睁看着君恩如流水 匆匆不回头而已 后宫中的女人 过得好 过得不好 都是如此一生罢了 好在 皇上心里是有妹妹的 姐姐一向慧智 又对事实动若观火 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 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 你已经知道了 锦细与苏培圣一事 便是姐姐告诉皇后的 他们都是谨慎的人 唯一的破绽 便是那枚柳叶核心的鹰落 曾被姐姐看出是锦细的收益 当日在场之人 除了我 唯有你和梅庄 而那段时日 姐姐曾出入锦人宫 次数不少 贵妃娘娘冰雪聪明 既然已经知道 何苦一来问我呢 你知道也好 省得我终日悬心 寝食难安 这次是我害你 终是我对你不住 姐姐不争圣宠 又甚少与人交恶 当年华妃独大时 亦可人如宝身 今日种种 不过是想留住龙月在身边 若无龙月 我这后半生 怕无半点欢愉了 妹妹 你自服是皇上 圣宠游卧 哪里知道我这 生宫寂寞的感觉 你知道吗 我宫里一共有 三百二十六块砖石 可是这每一块 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 其中还有三十一块 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门 否则 我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 其实 我早就知道 我不过是皇上制衡华妃的一枚棋子罢了 这些话 姐姐从没说过 那时候你把龙月托付给我 我一则是为有个依靠 二则是想打发这长夜寂寞 可是这些年 我一直将龙月设为我亲生骨肉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回来 你还能回来 姐姐可知 姐姐来往景仁宫之事并非我自己贪知 而是皇后故意透露此事 若皇后真为姐姐好 自然不会让任何人知晓 可消息 却平白无故地传到了我这里 姐姐细想便是 皇后是故意让你知道的 她想让我们互相残杀 妹妹 请你相信我 我不是真的要害你 我只是想让龙月在我身边再多几年 几年而已 我答应过皇后 只干这一次 围这一次 可是就这样 我还是掉入皇后的股掌之中 无论是借你的手扳倒我 还是借我的手扳倒你 对于皇后而言 都是有意无害的 姐姐未必没有想的周全 只是为了龙月 才不得不冒险行事 慈母之心 真可叫人盲了眼睛 蒙了心志 除了你 便是皇后 我没有别的选择 须已至此 我无话可说 悉听贵妃娘娘处置 那么就请姐姐 替我抚育龙月 直至公主出嫁 可 可是龙月是你心生骨肉 你怎么看 红颜与灵溪已嫁我自顾不暇 而龙月却视你为生母 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 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 有妹妹这一句话 我当拼全力爱护龙月 姐姐对龙月拼尽全力 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 姐姐能替我抚育龙月 等于再帮我保全这三个孩子 谢谢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西非纽护路士 披招书惠 敬慎持宫 养成皇太后慈欲 尽为西贵妃 亲此 谢主龙恩 此为贵妃之金策金宝 请娘娘敬受 谢皇上 皇上驾到 皇上万福皆安 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怎么来了 朕等不及要见你 与其在锦仁宫窟等 不如和你一起同去 今日胜利 愈发不能施了礼数 皇上请上教练 臣妾随行就事 皇宽 时时不忘 雀脸之德吗 从前不敢忘的 如今更不敢忘 当日温泉心欲 你也是和朕 说这般的话 皇上还记得 朕永智不忘 朕永智不忘 西贵妃扭乎陆氏 得天所授 承赵内围 望今后修得自持 和睦恭维 秦谨奉上 绵延厚寺 成教与皇后 不胜欣喜 西贵妃 聪颖明慧 膳食大体 皇后的身子 一直不大好 也该好好将洗 朕打算将 协力六宫之权 交与西贵妃 宫中所事 皆由她来打理 皇后以为如何 那自然是好的 只是臣妾 虽然身体有些不适 可西贵妃 也要照料一双儿女 不日龙月公主 也要接到 永寿宫抚养 只怕西贵妃 会忙不过来 摆上加金 朕和西贵妃 商量过了 觉得龙月 由静妃抚养甚好 不必再挪动了 红燕和灵溪 就由如母照料 西贵妃 费不了多少功夫 倒是臣妾多虑了 只不过西贵妃 投赐料理后宫之事 这些事说多不多 说小也不小 不免有些吃力 不如 皇后娘娘所言极是 臣妾到底年轻 不如诸位姐姐 阅历丰富 端妃姐姐最早入宫 静妃姐姐 曾协助皇后 料理后宫多年 臣妾 很愿意向两位姐姐 讨教问询 你可如此想 就最好了 皇后还有什么 要叮嘱西贵妃的吗 西贵妃 以后你是妃嫔之首 既要勤勉于公围之事 也要好好地侍奉皇上 给皇上 再添几位皇子 臣妾是皇后一手调教 绝不辜负皇后期望 跪久了膝盖腾 快起来吧 谢皇上 好好地用你的西贵妃金宝 如今 她可不是一块 冷冰冰的金疙瘩了 臣妾要去更衣 就请皇上和西贵妃 先去崇华宫 接受妃嫔叩拜吧 郎情似酒热 妾亦如丝柔 酒热有时冷 丝柔无断绝 臣妾但愿皇上 带西贵妃之心 亦如丝柔无断绝 且请皇上 引尽慈悲 好 公公的西贵妃 公公的西贵妃 都坐下吧 朕今晚去你宫里 今日是红艳灵溪满月 臣妾怕龙月这个做姐姐的 会吃醋 不如皇上 替臣妾去静妃姐姐宫里 陪龙月 龙月一定高兴 也好 总不能叫 龙月觉得有了弟妹 朕就冷落了她 给小主热热手 这是上好的玫瑰枝子 用完之后手又香又嫩 红艳和灵溪呢 如沐抱去喂奶了 娘娘 这贺里实在是太多了 一时半会儿还真挑不出来 你眼光好 只挑你看得上眼的告诉我 这靖康郡王府送来的 是一副十二把的 倪金针丝 消弥竹膳 其就其在那竹骨 出手生粮 跟玉似的 还有这个 佩国公府送来的 文西辟毒块 虽说银块也能测毒 可远没有这个稀罕 用毒之人罪狠毒无比 防不胜防 到底是佩国公有心思 可是佩国公孟家 是啊 他家的小姐孟敬贤 原是要支给十七爷的那一位 也不知出嫁了没有 还没呢 孟小姐一心思慕十七爷 至今都不愿出阁 都成老姑娘了 以为等成老姑娘 便能嫁与十七爷了吗 天下仰慕王爷的女子那么多 恐怕王爷 连她的眉毛鼻子 都没看清过吧 你何必动这么大的气 说话也忒刻薄了 奴婢就是看不惯 她这副样子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等着十七爷似的 叫王爷难堪 这贺里送来送去 就这些东西 把那些寻常玩意儿收起来 留着赏人 别的也就算了 这果军王府送来的 珊瑚手串 奴婢瞧着 真是精致得不得了 掌上珊瑚莲不得 却叫一座上扬花 小主 左右皇上今晚宿在静妃那儿 梅姐姐身子不舒服 咱们去看看她吧 西贵妃吉下 停轿 您贵人同安 贵人好雅兴 出来散心呢 出来逛一逛 等下回去 把我的团容休息变了 贵人的团容极是可爱 不知长大了些没有 娘娘若有兴致 不如一步去贫妾的春喜殿坐坐 不知娘娘肯不肯赏脸 但 娘娘动辄无数人跟着 只怕把贫妾的团容 给吓得不敢吭声了 娘娘知道 团容最妙的 便是她的叫声 今晚夜色如醉 若不趁性同游 当真是辜负了 换婢来扶我 难得贵人相邀 那本宫 就去贵人处坐坐吧 你们都不许跟着 你要干什么 娘娘别小瞧这把笔手 凭借也曾被一只 不知好歹的豹子锁上 贫妾便偷偷潜入那宝院 割断那豹子的豪款 碧姑娘若不小心叫出来 贫妾手中的笔手 也会不小心割断 西贵妃的喉咙 何必吓唬婢婢 你把本宫骗到此处 又许婚婢跟着 自然是有万全之责 娘娘好聪明 所以 贫妾即使在这里 失手杀了娘娘和您的侍女 前头便是交卢馆 我大可推到齐贵人身上 反正齐贵人想杀娘娘的心 不是一日两日了 贫妾大可成全她 难道您贵人与本宫不是结怨已久吗 否则何必让团容 引来那么多猫 来要本宫和父中孩儿的性命 竟然娘娘一早猜到 还能隐隐贫妾这么穷吗 本宫也不想为难你一片痴心 你已是皇上的宠妃 若因果郡王而杀了本宫 未免太不值了 你知道了 贵人爱和欢花逾越自己的心目 且有人告诉本宫 昔年你孤苦吹死之际 是他请了太医来救你 可他若知道自己救了个蛇蝎女子 不知会做何感想 难为王爷昔日救你 你竟如此狠毒 你也配喜欢王爷吗 怎么方才你家小主 说我害他之时你不曾激怒 说起王爷 你便如此情急 你 妖孽 我是妖孽 那夕贵妃 岂不成了妖孽之省了 既有甘露寺的缘分 何必得拢望属 师妹重回皇上身边 难道在娘娘心中 天家富贵 就真的胜过于王爷的一片倾心吗 我自认识王爷 只知他是天底下最英勇潇洒的男子 从未见他如此受挫 潦倒憔悴 娘娘在回宫那时期 我就开始疑心 直到那一日中秋假宴 那日偷听的人是你 是我又怎样 你觉得我不配喜欢王爷对吗 但你西贵妃更不配 我若杀了你 只是这天底下又少了一个复心的人罢了 我家小主要是有什么插齿的话 你便是要了王爷的命 这些年来 只有王爷对我最好 所以一切让他伤心的人都该死 你若不容我 只怕也伤了他 不是我不容你 是天下不容复心之人 你可怎知 有时这复笔不符要艰辛多了 哪来的 这是哪来的 这珊瑚首川 曾是数年前 王爷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 从不是人 为何到你手上 这话 你应该问这首川的主人 王爷 你又不欠他的 为什么对他如此放不下 罢了 王爷既然把心都掏给了你 你若还有稍许良心 就该日日自责 王爷对我的那点好 在你看来 或许根本不算什么 但与我 亦是这毕生不可得的温暖 我今日就放你走 就算报答王爷信念之恩般 真是个疯子 罢了 宁贵人 也是知情知性之恩 西贵妃真是好福气啊 一对龙凤胎 算是饱了她一世的荣华富贵 生下来算什么本事 养得大才算本事 齐妹妹这话 说得好轻巧 当然轻巧了 安平姐姐不祥 惠平怀着胎都寄讳着您 要是有您去西贵妃宫里都晃晃 西贵妃的孩子还活得了吗 都闭嘴 一个一个嘴上功夫了得 却哄不住皇上 齐贵人 你解了禁足后 却再不得皇上的宠爱 安平 你被天相锁阔那么久 却毫无自救之力 一个一个帮不了本宫 还要起内讧 要你们有什么用 好好用些心吧 否则这后宫便是她真还的了 贱祸跟我真高低 安平 你这样卑微的身份 跟我平起平坐那么久 我也算是忍够了 小竹 安神汤炖好了 您喝了睡吧 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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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嗓子 我的嗓子怎么成这样了 小竹您怎么了 我的嗓子 我再也不到得宠了 宫卷 小主 一定是有人故意害您的 小主奴婢去告诉皇后 奴婢去求她帮咱们 不许 我能得住 卷告这副嗓子了 若是被人知道我嗓子成了这样 皇上肯定不会再喜欢我了 到时我就成了一枚妻子 一枚妻子 宝娟 记住 我这是得了风寒 很快就会好的 奴婢知道 奴婢知道了 娘娘您看 张姐 玉柔 二小姐 给娘娘请安 玉柔 给姐姐看看 一别数年 如今相见是高兴事 张姐怎么反而哭了呢 毕姐姐 二小姐长高了不少呢 皇上为娘娘高兴 特意请娘娘的家人入宫来相见 皇上还说了 请二小姐安心地在宫里住下 只当陪娘娘 怎么不见本宫父母呢 他们可也来了 老大人还在京中养病呢 皇上以下旨召夫人入京 为着叫娘娘宽心 二小姐日夜兼程地掀过来了 想必不多几日 老大人和夫人也能在京中相聚了 皇上的心意本宫心灵了 只是本宫家父仍是罪臣 皇上虽开恩 召了两位老人家回来 可又有什么意义 倒叫他们奔波劳碌 皇上虽未让老大人官复原职 却也叫人修缮了 娘娘家从前的宅子 好让老大人和夫人能留在京里 颐养天年呢 本宫明白 明日自会前去谢恩 你且退下吧 是 哦 还有一种事 时期也说 娘娘册封之喜 旁的东西也就罢了 只把宁徽堂内所有的荷花花 都赠予娘娘 王爷说 荷花花最能安五脏和心智 娘娘日后折来赏完也好 熬粥补身也好 总不辜负了就是 王爷的心意本宫心灵了 你替本宫谢过王爷 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 不似寻常俗物 只动送些金啊玉啊的 二小姐头一日入宫 不知道咱们时期也 心思齐绝的地方多了去了 娘娘方才没回来 奴婢已经差人 把宫中的永宝堂打扫出来 给二小姐居住了 也好 都别站着了 快进屋吧 那奴才先告退了 皇上昨夜披了一夜的折子 太辛苦了 西贵妃忙于照顾一对儿女 不便服侍皇上 后宫还有许多年轻的妃嫔 都很好 皇上也可以经常走一走 朕听说 安嫔吃伤了东西 嗓子已然倒了 恐怕再也不能唱了 真是可惜 原不过是着了风寒 江阳几日便好 谁知药吃下去 反而伤了喉咙 只怕以后连话 都不能好好说了 那就让她 好好歇息吧 朕倒是 有日子没去慧嫔那儿了 如今 环环已经生育 就等着梅庄的好消息了 嗯 姐姐 是谁 姐姐 落叫 落叫 妻鬼妃精安 数月不见 姐姐不记得凌蓉了吗 倒不是不记得 只是见妹妹身子如此单弱 想必心寒 又胜天寒 凌蓉见惯了事态炎凉 习惯了人心轻贱 不怕心寒 皇上令妹妹敬仰蔽氏 以免招惹事端 怎么 妹妹倒出来了 旁人嫌我不祥 姐姐却最清楚 我是否不祥 哪里不祥 本宫不过一句闲话 安妹妹怎么就说自己是不祥之身了 这般自清自荐 当真是叫本宫伤心 且既然不便出门 为何还装了这么多心思在心里 妹妹今日如此境地 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过 姐姐本知我是清俭之人 世上贵人之多 难免将我更清俭些 凌蓉只能自强 自强当然好 只是别用错心机罔顾性命就好 人心不足机关算尽 往往过分自强 便成了自强 如今在宫中 论谁能强过姐姐呢 也没有比凌蓉更无用无一的人了 姐姐是最有福气之人 凌蓉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气 便能化险为夷 有了姐姐 我还怕什么呢 姐妹妹急言 本宫自然记得 妹妹对本宫是何等姐妹情深 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绝不辜负 妹妹也是如此 听她这声音 这把嗓子是真的废了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微 小主 现在她已失宠了 我们正好 无声无息地了结了她 在宫中 死是最好的解脱 她身受蝗虫多年又性子要强 如今她失宠受辱 当真彼死 还叫她难受百倍 奴婢明白了 奴婢一定会指回各公娘娘小主 让他们好好关照安平 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在娘娘房里这样捣乱 别贴了 别贴了 我们也是为安平你好啊 你别贴 连皇上都说你晦气 住手 我们姐妹特意去宝华殿 给你求了符纸和符水来驱邪 别贴了 多贴点啊 被子跟柜子都别忘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别撒了别撒了 你们都疯了吗 娘娘就算不祥 也轮不到你们来演习工厂呢 安平不祥连累后宫 自然人人都可以管 符纸不烧又怎么会有效呢 快烧吧 小主 真平和康长在果然去演习工闹上了 皇后知道了吗 大约是知道了 但是皇后却没有过问 别理她 日后还有得闹呢 小主 煤炭火了 您先抱个汤婆子暖暖吧 只有那天热水了 还要用来喝水洗脸 哪能用来抱汤婆子 又下了几场大雪 天气越来越冷了 能盖的被子奴婢都给您盖上了 若是没有地龙 可真要冻死了 咱们若是冻死在这儿 可有人知道了 小主 安平娘娘进来可好 我和真平惦记着您呢 你们又来做什么 姐妹一场知道安平你煤炭过冬 特意给你送来 拿上来吧 点山吧 没炭火 这冰天雪地的可怎么熬过去啊 只一点安平你得明白 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 您就将就着用吧 别点了别点了 呛死人了 快点点杀 不点怎么能暖和 本宫以延禧宫主位的身份 命你们退出延禧宫 不得在这里胡闹 你还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平呢 省了吧 你现在的日子 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 少拿着鸡帽当令箭 闹什么 太后臥病 需要静养 谁敢在这儿胡闹 皇后娘娘听说了 延禧宫的事 特地叫奴婢传来口谕 延禧宫的宫女不能护主 罚奉一个月 康常在真平身边的人 不能劝诫小主雪天胡闹 罚奉三个月 是 快 带着走 小主安心吧 娘娘虽然也在困顿之中 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主 这不 让奴婢带来了棉被和炭火 小主也好安心过冬了呀 多谢娘娘恩典 宝队 收下吧 是 小主自打嗓子坏了以后 皇上可就再没提起您呢 小主也该想个新的出路啊 娘娘 都好了吗 都好了 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 雪中送炭 才让人记得好处呢 奴婢把该讲的话都讲给安平听了 但愿她能受教 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 才懂得义无反顾 本宫让你教她是成全她 反正齐贵人已经下手了 安平的嗓子也很难再好了 本宫就干脆让她全坏了吧 连宁贵人的鹦鹉都懂得阴师了 她也该想想别的出路了 娘娘圣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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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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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